大半夜一辆轿车原本想通过狭窄的巷弄 结果就这么刚刚好 恰巧一面碰上另一辆车也想开出巷弄 驾驶急得倒退炉撞上背后的围墙 碰了好大一声 吓害附近居民 我从楼上看下来的时候他要在 他已经撞完 又要下去又要再倒的时候 又差点要撞到一次 开的那个很不稳 感觉看起来像有点喝酒 出来的时候看到他就停 停在就要拐一走 在那边跑掉 事情发生在19号清晨12点多 位在花莲女装旁的这处巷弄 25岁的苏信女子疑似开错路 开到这时又刚好遇到 想行驶同条巷弄的来车 让他急得想掉头 擦撞桌边护栏 已通知车主到案说明 病疫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六十二条予以告发 苏信女子表示当时天很暗 下车回头检查看不出来有异样 先后远警通知后就立刻联系离账 处理后续修缮赔偿费用 只是到底是不是天色昏暗量货 人警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留几家花莲采访报答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